没绣出来吧 这转的有点问题 它就是先转成textview了 其实它转不成textview 应该先把它findviewbyd 先给它findviewbyd 然后再给它转成textview 有点傲啊 这样子 好 这个大家下来自己玩吧 这个我就 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OK 这块明白了没有 怎么样去自定义自己的一种数据类型 然后呢 用这样的一种数据类型来进行显示 我们在这儿显示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优大对象 就我们的tview的对象 诶 还是没有显示 就大家自己玩一下吧 包括这个 这个view也好 这个view就是我们当前选中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adapterview的话 是指我们这整个 这整个 其实就是它的负了 这是它的负 这是指当前选中的位置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也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效果 包括你这里头还可以放入一些复杂的空间 对不对 放入我们说的什么check textview啊 什么的 里头还有那个负选 看房checkbox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对 这就是它的一套机制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它的系统这一块是怎么去实现的 我们也可以下来再去重构一下 改良一下 把我们的这个view的adapter 可以给它做成这个样子吧 对不对 往前可以给它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 到时候我们就由它来传嘛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做的也很好啊 那这个大家就自己下来演练一下 好 关于这一块就是我们对adapter的一个认识 对adapter的一个认识 包括界面和事件以及扩展我们adapter都了解了 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利用我们的spanner 去深入的去稍稍的了解了一下我们的adapter 那么后面因为我们说了我们对adapter有两条分支 一个是spanner 一个是list 那么后面在list那一块我们还会详细跟大家一起操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到adapter里面对象的修改 删除这一操作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spanner上一般是用不上的 但我们在list上就会用了 我要删除一条记录 那么那个时候adapter它的删除这些事件的这种改变机制 它是什么样子呢 到时候我会借由那个空间的跟大家去讲述 到时候就不讲这个呈现机制 好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休息一下 顺便练一下 把这两个练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刚刚在练的时候就发现一些问题 很容易搞不清楚这样奥来奥去的 特别是那个adapter 原因就在于你一定要知道adapter 它是怎么把双方给拉到一起的 我为什么要传入那样的一个layout的ID 原因就在于在那个get view里头 在get view里头要用到它 就一定要去把这个机制给它了解清楚 理解了你才不会忘 不然将来你很容易会忘 事实上在我们点 net和g3e里头的adapter 也是这样实现的 包括将来你可能自己会设计一套机制 也会这样来用到 OK 那么这里头的话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spanner 实际上我们都觉得这样写spanner 还是有点复杂的 写了好多代码 对不对 那其实最简单就有一种方式 我把注销掉 我什么都不要 我直接我刚刚说了 这刚才有个属性 我没去用它是吧 叫extra 叫entress entress的话 它是一个引用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建立了一个arrow吗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它给加上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什么编程都没有 我在基本上什么代码我也没编 你看到没有 两个都给注释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你的这里面的这些值是写死的 比方我去选一下什么性别男和女这样子写死的 你就可以直接在xml里头用了 就很方便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样式还漂亮一些 后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猜它可能是一个check textview 或者是个textview 或者是一个radio group radio这样一个 那你说我们刚才 那我把它继续删掉 你说我们刚才为什么样式不一样呢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了 因为我们刚才的样式 我们在这个地方指定的这个样式是用的这个 实际上它默认刚刚那种情况下 它默认的是用的哪个 simple 它用的是这个 spinor drop down 当然我们还可以选它 看你喜好了 对不对 选这个效果就一样了 应该是一样了 我也没有去细看 大家可以 在这块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想要了解清楚 第一 大家一定要掌握 这张图 记住 一定给我记住这个层次关系 以后我们在leastview的时候 也会常常能用到 而且到时候我们还要用到 其他的一些adapter 第二就是大家去看一下原代码 去了解一下 通过这两个了解 最后一定要去学会自己扩展我们的adapter 以后事实上我们在做商业应用程序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自己扩展 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定义一个类 自己去定义一个类 这怎么了 我看一下 这时候它里头就不是一个textview的项目 这个时候它里头就不是一个textview的项目 不是个简单的textview了 我们先给它注销掉 我们只是显示它就好了 所以大家遇到问题没有关系 关键是你要会分析 我们刚才是把它转换了成textview嘛 而且重点是我们通过find的这个byid的这种方式去找 那里头肯定找不到了 因为我们系统里头我们刚刚看到的默认的是不是都是text一 而不是textview一 对不对 所以肯定找不到 然后我们再用它的get get这个text肯定会出错了 你看这不就出来效果了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用的是哪一个layout文件 好 那么关于因为时间关系 spanner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 我们以后再遇到这种叫什么adapterview的时候 就adapterview这种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要心虚了 一定要去理解 所以下来给我大家多花点时间在这上面 多练一练 甚至于练的比我练的还花都可以 甚至于你们 当然那个自定空间还没讲到 其实已经 其实大家已经看到我在不断的去自定一些东西了 包括我之前早都自定过空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pogres bar pogres bar就是进度条 这个就太简单了 对吧 没有 那我就直接讲应用了 当然你要见面美化的工作 这是你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内容 你会不会去用了 对不对 我们还在后面 我们之前还讲过selector 我们后面还会讲样式 你还可以自己去画 等等 关键就知道一切都会画的 我放一个进度条在这 进度条 这里进度条有三个 随便放一个吧 其实三个无非就是参数的不一样 无非就是参数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放在这效果 这个叫纸屏的 默认的 这个叫小进度条 就是大小的问题 普通 看不出多差别 但是在真机上显示出来会有一些差别 我们随便放一个吧 我们把多余的先去掉 把多余的属性先去掉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里就用到了一个样式 我用到这个不同的样式 它的效果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我猜的 我也不知道 我来看一下它有哪些 还是 这里没显示出哪些样式 明显示出哪些样式 那OK 我们就 用这个呢 这样子的方式 它这个老是有bug 你如果跟在这 它后面就没了 这点设计不好 这个bug应该谁给它提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样式 这儿有一些样式 大家看没有 progress bar 实际上我们刚才那个样式 只来只去 attribute attribute 大家一路去跟踪 它最后还是直到这儿 绕了一个花样 那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 这儿加个问号 其实它做问号也有这样一个 除了说我们之前讲过的主题 会用到这样一个问号 其实最主要的是 因为这个问号 它有一个别样的含义 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优先去匹配这个资源 如果匹配不到 它就有默认的 所以也不会出错 这是它这个问号的这样一个含义 OK 我们先把它干掉 这些就是我们标准的了 ID 这就是它默认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样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 我们就看到 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属性了 当然遇到这种情况下 比较多的一些属性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去来 在这里去学习一下 我们可以到这里去学习一下 看看有没有跟我们进度条相关的 这暂时没有跟我们进度条相关的 progress bar 那么在这里 有这样的几种类型的progress bar 那么大家下来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的来研究一下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来 先给大家看 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就拿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完全是动态的来操作的 那我们看看它主要是加了哪些内容呢 定了这样的一个progress bar 设置一下 首先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 跟Windows上是一样的 去设置它的一个进度 对不对 去设置它的一个进度 那么 这个进度我们看这种理解 我们就能够猜到 我们猜哈 它的get process progress 是什么样的类型 很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0到1的这样一个值 为什么要称100呢 我们想想一下 对吧 那么这是设置第二进度 这是我猜的 我现在也不 我现在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验证 自己去查询 自己去查询 设置第一进度 设置第二进度 然后是这个是什么 增加我们的进度 by多少 by-1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设置 我们每次进度改变的 这样一个步调 对不对 OK 那么它的方法 它所用到的一些事件啊 什么的 在这里 好像没有体现出来 只是有一个控制 OK 那我们在这里 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再来 还是看看这里头 有什么操作吧 比方说我这里设置一下 是个int型的 这样的一个进度 between 0 那么这个进度 是在0和max之间 我们看一下max 有没有默认值呢 max肯定是有默认值的 我们可以来查询一下 max的默认值 progress 默认的情况下 它的max默认值是100 那它那个代码 为什么要写成什么样子呢 OK 我们就知道了 默认的情况下 就是100 刚刚那个代码 有点晕了 好 那我们就不改 它这个max 然后我们给它随便的 去给它指定一下进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 第一进度和第二进度 移成呢 就是我们在媒体播放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往往会有一个 预加载 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 很浅的一个进度 它跑在前面 有一个主进度条 跑在后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 可能会用得到的 第一进度和第二进度 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你是否做 做决定的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是否做决定的话 我们来给它理解一下 可能就是它的 这种样式的一个区别 就是如果说 就是我们determinate 我们说是决定的 就是含糊不清的 我不太清楚的 不太清楚 我的这种进度 加载这样一个样式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效果 如果我们给它设成false 是什么样子 给它 给它显示一下 再看吧 我们先给它这个设定处 我们再给它设定一个进度 先指定成30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属性 第二进度 给它支撑50 还有什么属性 我们可以来玩一下 做一步 这个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图片 来做它这样一个进度显示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当你含糊不清 它这个进度的时候 搞不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用什么样子来替代 这个是进度的做一步 进度的做一步 你也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图片来取代 我们当时前的这样一个进度 对不对 它的 背光 下面都没什么 我们运行一下 先看一下 OK 我们看 那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进度 进度 Progress bar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这个样式 实际上 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实际上是因为 因为样式的问题 那么这个样式取句 就会决定到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个 Progress bar 那个地方 你甚至于可以来去 进行一个替代 那这种样式 它的默认样式 是一种 这种正在加载的 这种状态 那么怎么让它 能够成为长条 走动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再来找一下 或者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文档 那么在文档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其他的 进度条的这些样式 至少我们系统 包含的就有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系统 包含的这些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